不顾家人返嫁给大18岁的老公,如今经常传出吵架还被骗走身家。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,这是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要经历的。 但是在娱乐圈中明星结婚的反倒是迟了些,有的人三四十岁了,但是依旧还没有想要出嫁的意思,但是也有的明星虽然是嫁了,但是却并不是过得那么幸福。 相信大家对于张静颖都很熟悉了,当年张静颖因为参加了超级女生而出道,并且通过这个选秀节目走红。 虽然说张静颖是通过选秀节目走红的,但是她的事业发展得还不错,跟其他从选秀节目出来的女星要更红一些。 自从走红后,张静颖在娱乐圈中也结识了不少的朋友,像唐嫣和杨幂,可以说得上都是闺蜜一般的感情了。 虽然张静颖的事业有所成就,但是在感情方面却显得让人有些唏嘘,让人更是摸不透张静颖为何对冯科如此的执着。 在2016年的时候,张静颖在演唱会中主动对男友求婚,还说了一句要娶我就上台,不管是她的粉丝也好,还是持瓜群众也好,纷纷感到不可置信。 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男友求婚的,估计也就只有张静颖一人了。 不过当时冯科并没有要对张静颖有求婚的意思,只不过是简单的一个拥抱,或许两人在一起实在太久了,而张静颖想要一个名分,所以采用了这一招逼婚的方法。 当时张静颖在跟冯科在一起之后才知道原来冯科已经结婚了,还有了一个儿子,但是却一直不肯放手,甘愿当一个小三。 在张静颖跟冯科结婚的时候,张静颖的妈妈可是极力反对的,而且两人在举办婚礼的时候,张静颖的妈妈也没有到现场去祝福。 虽然冯科曾跟张静颖说过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将会归于张静颖的名下,对于这件事,张静颖妈妈很明显地表示不相信。 两人在结婚后,冯科的财产也并没有交给张静颖,而且两人也没有任何的公开互动,就连生日都没有老公陪在身边,更别说受到什么礼物了,可见如今的张静颖不仅被骗色,估计张静颖的财产也都在冯科的手上吧。 都说身高不是距离,年龄不是问题,所以导致了张静颖不顾冯科比自己带18岁的事实吗? 而且两人如今都是各自忙着各自的事业,甚至经常被媒体拍到两人在一起吵架的照片,还有媒体爆料说张静颖常常深夜独自回家的场景。 不管怎么说,自己选的路,就算不满了经济还是要走的,只能说祝福张静颖越过越好了。